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日籍艺人格西健二四个月大的女儿伤重不治,目前警方还在调查该婴孩有无受虐可能,格西健二对警方表示,暴女婴时确实不小心滑落,撞击到头部,莎莎做出席2018台湾卤肉饭节活动,谈到此事,莎莎坦言有一点意外,表示格西健二时常会和大家聊起女儿。 她也是炫娃魔人,会拿女儿照片给大家看,日前台北市文山区惊传疑似虐童案,且改名小女婴伤重不治,调查后发现该名女婴父亲未来台发展艺人格西健二,同时格西健二也是节目WTO姊妹会班底,莎莎闻讯有点意外,因事发前一天还有看到她来录影,莎莎坦言感觉她就是炫娃。 她还拿女儿照片给我们看,但因为我不太会安慰人,私下也不太跟人聊天,且目前正确答案也不知道,所以也不方便多说。 莎莎昨出席台湾卤肉饭节记者会。 记者宋志雄社 莎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